大家好,在春季养金枝玉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是它快速生长,快速挡之长叶的一个时期 在现在养护的那样的话呢,是能够让它的这个灌服更加浓密 它的茎干长得更加粗了 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给它翻盆换土 如果不给它翻盆换土的话 这次也要给它松一下土壤 用这个小耙子去爬松一下它这个盆土 如果你实在不想给它翻盆换土的话 就给它用这个耙子,给它爬一下这个土壤 让它盆土处于一种更加松软的状态 对于这个金枝玉叶的生长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可以让它后期生长得更加好,更加的健康 那么在给它爬了土壤之后呢 也要适当的在里面添加一些蚯蚓分 蚯蚓分可以改变这个金枝玉叶它的盆土的状态 改变它的团力结构,对于它的生长也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个,可以适当的给它进行一些修剪 比如一些枝条长得很长了 我们不想要这个枝条长得那么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修剪一下 这些枝条就可以了,还能够促进它新芽的萌发 如果想要它新芽萌发的更多的话 那么这些枝条全部都要给它打顶拆新一次 能够让它这些新芽快速的萌发 第三个,要适当的给这个金枝玉叶补充一些养分 它的生长也是离不开养分的 它对肥料的需求量不是很大 我们在它盆里面给它加上一把控饰肥就可以了 它的肥效释放的很慢 能够释放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对于这盆金枝玉叶已经是完全够用了 我们每隔两到三个月给它施肥一次就可以了 能够让这盆金枝玉叶它的生长速度更快 能够让它生长得更好 只要把这三个方面用得到位的话 这盆金枝玉叶它的生长速度就会变快很多 它的灌服也会更加的丰满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